李敏靖 各位朋友們好啊 我叫李敏靖 中間這個是念名 就是絕對不是念文 我已經被唸出22年了 雖然真的可能還會唸出一輩子 那為什麼叫敏靖呢 因為我媽希望我安靜 文靜 用內向害羞 但不知道為什麼22年以後就長成這樣 然後呢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說為什麼我會來交點 就是分享呢 那其實是一個很妙的故事 就是從教練開始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夢想學校做的行動一份實習 那為什麼我會去參加夢想學校呢 那時候其實我在參加夢想學校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LH實習了 但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40 人的那個申請選三人 我應該沒有那麼賽 因為我不賽 但是重點不是那40人的交流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最棒的是 它從頭到尾都是雲端的工作 這從頭到尾都是我跟我所有的夥伴 各位的老闆交流 從頭到尾都是雲端作業 所以我沒有就是進Studio的壓力 就是我從頭到尾我只要就是三天外夜練成三點睡不著就想工作 就是我的實習生活 那為什麼我可以就是這樣子 在雲端的工作 然後完全不用進Studio 就是它有非常棒的SOP的Chaining 那它的組織其實是一層一層 就是上面老闆 然後我們的在美國 就有一位就是專職的全職人員 然後再來就是進階房 對 在做的研究員 所以整個公司其實不夠十幾人的組織 但是可以這樣繞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厲害的組織團 就是我永遠覺得很吸引我的地方 對 那我的工作內容其實分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Case Study for AD 就是我必須在YouTube上 然後找尋就是近三個月的廣告 然後近三個月的廣告 我要寫成Summary的insight 然後並且呢就是寫到台灣的應用 那大家會覺得說這個其實我在家裡可以做 沒有沒有錯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申請的一部分 對 然後呢 下一個就是Start of Taiwan 所以我必須在那個什麼 一個禮拜 然後它會有一篇就是將近六到十頁的英文的文章 然後你必須要讀啊 然後一樣也是Summary的insight 然後這期間呢你就會從 因為它是那一篇文章 不是說你只要把它翻譯出來就好了 你必須要寫成你自己內化過的思考之後 然後再up 所以這期間你可能甚至 可能花個十個小時多完那篇文章 然後再刮五個小時把它寫出來 對 那其實這期間呢 你會發現其實所有的 Start of Taiwan上面的文章 其實非常非常的短 但其實它原始的文章 可能上是十頁二十頁 所以我覺得這其中 就讓我們最大的原因就是 你要如何把就是一篇文章 縮短成它的精華 對 所以這期間其實都可以 確實都可以在家做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我要來夢想學校 是因為這期間我就說用書信往來 所以我一個禮拜的case study 全部都要給王文華 然後王文華再給我們就是他的想法 他從頭到尾他不會給你答案 他只會問你說 JG為什麼你覺得它適用於台灣 為什麼這個case你覺得它很好 然後再來他會覺得這個不適用於台灣 為什麼他會告訴你 然後之後他會告訴你說 到底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是適合台灣 從期間你會覺得 跟朋友跟伙伴 因為我們總共研究員只有三位 所以你期間跟他們的想法激到 然後你會想出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你跟另外兩位研究員 另外兩位研究員 一位是之前有在這邊分享過的 5IV的實習生就是小錢 他也是我其中有伙伴之一 他就覺得他是這樣的背景 然後另外一位朋友是財經的背景 然後我自己是學生靈的 所以說我完全背景不一樣 所以說每一個人 你會發現每一個人的思考都是都不一樣 然後在基友跟他們討論期間 Sky 期間 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去看事前端點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 這到底有多少配 或是這到底可以就是 獲得什麼樣的向上的一個值不適 而是你就像是在修一門很重很重的課 然後每個禮拜可能要花24個小時在上面 對 那我講了這麼多這麼多夢想學家 其實我就在講我最近的方式很喜歡 為什麼會站在這裡 Right here 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我那天在申請夢想學校的期間 然後夢想學校其實一整天 也有一整天的workshop 它是藉由workshop 你跟大家去交流的期間 然後他會看你的表現 然後選出三位 那期間最後已經結束workshop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現場的很多朋友開始交流 然後就跟現在焦點的一位夥伴張藝瑩 然後就跟大家聊到 那那天其實我們聊完之後 自此以後 再也沒有 聊過天也再也沒有見面 因為想說奇怪他怎麼會壓我 然後就想說 有可能就是可能我size比較大 可是我在他的腦容量裡面 可能佔了比較多空間 然後他進了我 我只能這樣告訴我自己 anyway 對 所以我剛剛說 其實我從頭到尾 我沒有想過我會來焦點工廠這邊分享 但是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微弱的連結 就是我跟他是一個很微笑的連結文字 因為那一次我跟他聊過天 然後很久在他的腦中 把我這個龐大的群雞 就一直在他的記憶裡面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不要小看就是你跟每一個人的交流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我的另一份時期工作就是IH Innovation of a House 那IH到底在做什麼一次呢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要消除國中生跟 國中生高中生跟大學之類的連結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常常已經入了大學 可是我才知道 我大學到底念什麼東西 然後我真正 我要去了研究所 我可能進去研究所 我才知道我要學什麼 但是我們IH在做的事 我們會跟每一位講者聊天 然後我做的事呢 簡單來講就是 我在IH做一個PM的工作 簡單來講 我自己定位公公公 我想要認識你 我就跟你聊天 然後聊天去跟他覺得 你可能分享的經驗 所以剛剛我聽不到 我幫大家很多的分享 大家的分享都很有趣 我這樣幫每一個人都做IH分享 因為這太棒了 對 因為每一個人的故事 都很值得被分享 那只是在於就是 有沒有人跟你挖掘出你的故事 然後才來分享 所以這是我的工作 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因為我可以跟很多人不同的接觸 我不可能度過每一個人的人生 但是我可以跟很多人聊天 然後去借我聊天的過程中 然後跟你聊天 所以這是我很喜歡IH工作的一份工作 因為因子依 縱使他 有陪 對 就是因為我跟每一個人聊天 我剛剛到三到五個小時了 就每個人一個小時 我可能三到五小時 才能結束他 但是這三到五個小時 我跟真的可以就是 從可能 有沒有說到英格 可能從國中以後的生涯 我都知道 我好像都體驗過你的人生 然後在協助你做成POP 這是IH在做的事情 然後IH就是在介紹 所有就是你大學的生活 我們跟研究者說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可能認識到 MIT或Stanford 或是歐洲的留學生 那藉由IH 我們去邀請這些人 來分享他的經驗故事 然後你在上面 就可以知道 這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 減少你之後 選擇校區的時間成本 這是我來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IH給我最棒的收穫 但是IH也有一個推薦 就是我一剛開始 我對IH的期待 就是我進去 我期待我可以學到Videos技能 一剛開始很多人覺得說 我進新創的公司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承認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找一個意思 你進到新創公司 你可能會覺得 很多人會啊 Tutorial 會有Videos 然後會剪輯 然後可能會IT 所以你可能進去之前 你可能期待學到那些東西 但是不好意思 你只要進到公司 你就是offer 你的能力 對 所以我很喜歡的能力 我的能力是 我還是喜歡跟人家聊天 所以我喜歡我的能力 但是我想要學的東西 不好意思 你在上面之前沒有辦法 你必須在其他額外的時間 你可能已經下班了 你的out time 然後你跟其他朋友聊天 然後請其他朋友 教你 所以這是我覺得IH最重要 就是自主學習的能力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personal plan 就是我期間呢 其實我修了簡報課 這段期間 就修了葉比陳老師的簡報課 那為什麼可能修了簡報課 其實一剛開始 簡報課也要提供offer 就是提供CV 然後其實我的CV 就是我的能力 並沒有上 但是因為他的第一堂課 可以去堂聽 我就支持了 然後我真的覺得 這個老師太棒了 我之後一定要修到他課 所以我就寫了一封 嘗嘗嘗嘗 一千字的Email給老師 然後到時候我就說 我就說我覺得你懂課多棒 多好 然後老師說明明 一定要再修理課 然後老師說 我的Email真的讓我很感動 如果今天有人退學 我就讓你去 我去求他 我今天給我一個掌聲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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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葉比陳老師 在最後一場課 給我們所有的 就是學生 一句話 就是他說 你看我是誰 我是你也只是誰 如果拿掉我Cosera Pagemo的執行長 或是台大執行長 他什麼東西 所以他在最後一場課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建造個人的品牌 每個人聽到你的名字 第一個會想到你什麼 所以你要想一下 就是 我們沒有的是他的經歷 沒有他的錢 但是我給的是時間 所以我們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可以到老師的成就 老師就是說 在年輕的時候 就先找到你能夠倾注熱情的事情 所以大家聽到很多人在找 我說他到四十歲才有找到 所以大家不玩啊 OK 對 所以就是找到你輕度熱情的事情 然後並且把它做到 這個裡面的場合 大家 迪奈的名字 就想到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是我們老師可以問 就是最後一場課的建議 所以我現在也想辦法 找到我的熱情 然後這是我其中 也只參加一個圖童 就是為你而讀 什麼是為你而讀呢 這簡單講就是讀書會 但是我們一般所認為的讀書會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讀過書 然後大家去分享 sharing 的經驗 但是這個 這個讀書也不是這樣的 問題的不是 我們有三位講者 他們都已經讀完這本書 然後就是到台上分享這本書的精華 但我剛剛都不知道 不是這個讀書會 而是這個讀書會的品質 這在我旁邊的是 微軟公司的業務總經理 這旁邊是 Equipus的業務 然後在旁邊是 政府的國策公司 在旁邊是 GIGABYTE的Sales 還有國小老師 然後還有就是 保險業的高精 所以這整個 是非常高的知識設局 你可以經由跟他們聊天 擴展到 你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就是 你原本在你的科系 原本在你的 所在的學業環境 你是絕對遇不到這些人 因為你還沒有畢業 你還沒有讀書會 但是藉由不同的活動 你可以是照顧掉人 你深度地跟他交往 你可以需要更多的東西 所以鼓勵大家跟不一樣的人 或是參加不一樣的活 這是真的 然後呢 我跟他說了 我在為你而讀 認識了一個國小老師 然後呢 這個國小老師期間呢 因為我也同時修了簡報課 當我修了簡報課 簡報課有一個就是 我們必須到國小 跟 國小的小朋友Presentation 那跟國小Presentation 就是你必須把專頁變簡單 你要怎麼跟他們講現金 怎麼跟他們講提資 怎麼跟他們講拜金 不可能 所以你要用他們的最厲害的簡報誌 其實你要用最簡單的方式 告訴 我什麼都不懂人 他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對 那為什麼我會說到 國小跟小朋友做簡報 是因為 我因為到了為你而讀 然後認識了國小老師 然後我跟國小老師 聊到了葉宁辰老師 然後說欸 你要不要簡報 不用你就直接到你做簡報 我就因為這樣子 就因為在為你而讀書 然後認識了國小老師 然後再到他們的西松國小Presentation 對 有沒有叫西松國小Presentation 對 這是西松國小 但是其實我以後應該是要到榮安國小Presentation 對 所以似乎有副一樣的機會 就是因為認識了一些人 所以我覺得 這樣的經歷 你就會發現 你跟每一個人聊天 你不會發現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background 然後你去深入的挖掘 所以我 其實各位 別人沒有認識我們的義務 但是我們有行銷自己的權利 如果你要告訴大家 你的background OK 那我的下一個 前面的題 就是 我結束了兩岸工作之後 其實我有兩個機會 因為我前面常識很不必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葉秉智老師就問我 那你要不要來我公司當PM 對 然後另一個工作就是我在 那個 讀書會也認識了我現在的主管 然後我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個有趣的案例 就是 也不是說有趣 是一個非常案例 不是想說什麼 就是呢 這是青春分在我身上 一位46歲的中年孩子 然後等了一炸來 然後他身上沒有儲蓄 沒有保險 然後他有一個小孩 目前讀大學 然後還有另一個 他的 第二個小孩 目前是剛升大一 對 那所以這個家的經濟質素就沒有了 所以他的小孩 必須支持其力 繼續管他學員 或是必須會打在工作 然後出來上班 因為我會來打打 對 這是什麼 OK 這是我吧 對 所以每個人會覺得說 可能 每個陣上都有 都有看到就是我每天新聞上 可能都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官司發現的城堡 還是泰國的爆炸 然後還是就是 之前蘇德的颱風 可能 死掉的那些消防隊員 然後國家補助得30萬升一把 你認為那些人 到底可以撐多久 如果他們沒有出去 沒有經濟 沒有保險 對 所以我下一分鐘 就是我在臉上保險 就是學習保險專業 我會覺得 我爸爸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做這樣的保障 我不一定要去做 Sales的業務專業 很多人就說 那你去找TopSales 學業務房 我說不是 TopSales他們是 就因為他們是TopSales 所以他們是賣了很多保單 而他們真的知道保單內容是什麼 我希望每位 每位肯市場都有保單 但是你們真的知道你有保障嗎 我問你 你們一天如果出業 你們可以有多少的保障 我相信基本上沒有什麼 主要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那為什麼 我幫我的朋友或親人 做好保障 對 所以我在學習這件事 不是代表你之後會做 保險專業 而是我有這樣的專業 我有這樣的徵照 然後可以真的幫我朋友做文化 所以這是我下一步 人的計畫之一 就是在學習這件事情 是我的 就是目前在做的工作 對 那其實我期許大家就是 知道自己的價值跟價 這個保障 他是在美國的掛包 掛包店 然後他 他在美國一個掛包賣250多 然後台灣一個掛包多 所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一個月 可能兩萬三萬多 那是你的價格是多少 自己的價格 那你可以為這個時候 你創造多少價值 對啊 其實那時候我在聽一場演講XFEL 可以再給我一點點時間嗎 可以 拜託 我就是在XFEL的那個失敗演講 然後我聽到戴勝通的分享 然後戴勝通他是 就是錢帽子的CEO 然後他之前就給了一千多彎 對 他是一個跌到失敗的谷底的失敗者 然後之後他就馬上來了 他現在開始在創業一個董事長由台灣 然後董事長由台灣人 對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一天 如果你是一個中場階級的知識分 不是知識分 有錢的就是經濟階層 然後你又不願意花一萬 甚至兩萬 然後去到 坐高鐵到琴北藝術館 然後再拉你來回 就兩天一夜行程 如果是現在各位 你願意花兩萬塊參與這個行程嗎 這是他的價格 但是不好意思 這也五十萬人幫你參加 這是他的價值 所以他的客群在於 我要怎麼focus在 現在的市場有點錢 但是我沒辦法舒服 但是我又希望有高等價值 高價值的旅行的行程 這是在這種價值 所以他說成功在於速度 然後在於創新 在於市場 他的市場就定義在這裡 然後他這件事非常創新 他請了40位退休的同學 平均年齡30歲 然後大漢公司 然後為這群人服務 所以這群人都解釋 非常非常會服人群 而且非常非常的touch 這是他的價值 然後並且他整個旅遊行程 是完全 他可以吃到 就是平常我們一般去的餐廳 吃不到的東西 這個是獨特 就是他有他的價值 所以他會要這個錢 有沒有去餐廳 而且也非常多 所以這是他的成功 所以我期許各位 古信 就是努力的去思考 Who I want to be 你到底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然後努力的想 就是你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好 謝謝